周一台股收盘历经重挫600点之后 周二开盘是受到每股四大指数全收红影响 开盘大涨258点 开在22,256点 台股回神盘中占上22,762点 开高走高大涨将近500点 大型全职股冲冲冲 台积电开盘涨24元 开在963元 联发科涨超过2% 股价冲上1,255元 鸿海涨幅超过4% 占回200元以上 专家指出台股止跌的观察重点 一天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回到1000块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22100多点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初步的止跌点 这个就是反弹回到2万3 这地方也可以代表初步的部分的一个 破底的这样的危机可能暂时化解 电竞船大复活 富邦金技能 点好点满 涨幅来到2.42% 股价占上84.6元 元大金 新光金 涨幅都超过3% 但几家欢乐 几家愁 云豹能源 泰幅 卖压涌现 盘中双双跌停 险见肋骨轮动 速度超快 选股不选市会越来越明显 台币这个地方也有点偏弱 昨天到32.8是近期来新低 所以代表就是外资有在做一些撤离 2万多点的这种震荡幅度 其实它会加剧 周一股汇双杀 新台币创下8年半新低 还好周二开盘升1.8分 以32.83对1美元开出 美国大选将近股汇是受联动 投资人还是得步步为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